大家好我是小摩 今天是我在深山小溪养鱼 恢复小溪生态的第29天 今天又传来二号 前两天晚上买的草鱼苗 把它放到小溪的笼子里面 才不到两天 就已经开始死鱼了 经过以往上的观察 发现放在笼子里面的草鱼 差不多全军覆没了 就还剩几条在里面 这种应该是冷死的 你看他这个头啊 上面是黑色 下面变白色了 应该是不适应这个水温 大家好我是小摩 现在来看一下我们那个甲鱼啊 甲鱼的话已经放进去三天了 如果状态好 我就把它们 投放到小溪里面去了 然后又买了这个 长度啊我听网友的意见说 我那个金贝里嘛太瘦了说是 要吃这个长度啊 才能长得胖 但是这个长度要泡一往上把它泡软了才能丢进去喂他们啊 所以说已经买回来了 买了五斤了先试一下 看那个金贝里能不能长得胖一点啊 现在先去看看甲鱼吧 甲鱼好的话就直接放到小溪里面了让他们拔着啊 看下这个甲鱼啊什么情况了 今天第三天了 哇 全部跑在外面啊 来晒太阳了 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些沙子啊 躲在这里面了 哎 看看什么情况抓进去了这一只 哎 哈哈 挺活跃的 继续装吧 然后其他的话就出来外面啊 再晒太阳啊 现在用水下相机啊 观察下 这些金贝里啊 鲤鱼以及草鱼 还有桂花里的状态啊 这批鱼啊已经放进去 快一个月了 目前的话 看着还是很活跃的 又观察一下这个笼子 发现放里面的草鱼啊 基本上已经死完了 现在拿上来看一下 到底还剩几条 可能放笼子里面呀 有问题 大致观察了一下 发现 仅存一条草鱼苗了 其他草鱼苗都已经死完了 买的这一批啊 可以宣布 全军覆没了 这批甲鱼苗放在笼子里面 已经上天了 目前看的话没有死亡的 所以说我打算 拿5支出来 放到上面的小水塘去 再把这条仅存的草鱼苗也放到上面的小水塘 那里可能更适合生存 把这个 甲鱼苗 还有 小草鱼啊 幸存的一条 放在这个小汤子里面 哎 最后一条小草鱼啊 已经进去了 然后再把这个甲鱼苗啊 先放5支进来观察 哎 走了 三只 四只 这个小水塘 放甲鱼的话也还是比较合适的 这边有躲避的有沙子 然后这边也有这个沙子在这边 挺适合他们出来躲避啊晒太阳其他的 这个甲鱼啊已经放进这个小汤里面了 放了5只先观察一下 但是他没有天敌啊 就是这个小汤里面吧 有那个螃蟹啊 这个甲鱼还这么小的话那个螃蟹会吃他们的 希望 他们能尽快适应这个 这个环境吧 毕竟 野外生存这个法则啊 挺残酷的 无尽停泽 螃蟹要吃他们 如果能吃到那也没办法了 然后 明天啊 这两天的话都会观察一下这个甲鱼啊 看他们能不能在这个小汤里面 好好的活下来 如果能生存下来 后面的甲鱼都会陆续的投放到小汤的上面去啊 观察了10分钟 又发现一只甲鱼苗 已经爬进这个生水这里来了 再努力适应这个环境 现在又到总结时间了 那批草鱼苗我们是从广东买回来的 买回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特别活跃的 结果放进小汤 笼子里面 放了两天就全部死完了 难道广东的水质跟器物 跟我们广西相差这么大吗 我们本地买的 草鱼放进去啊一个月了还是活得挺好的 可能是水质温度的关系吧 这就有点搞不懂了 不知道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 然后这批甲鱼的话已经 试探性的投放了5只进那个小水潭 明天再过来观察一下如果一切顺利啊 剩下的40多只甲鱼会陆续的投放到小汐的上游去啊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这到这了 感谢各位大哥的支持啊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